早上別打機拜託打疫苗 但是呢有人質疑說他這樣打了就講 有圖有真相有影片有真相 所以不打也要講先打也要講 甚至打了還要繼續講 我覺得這樣都很不好 早上別打機拜託打疫苗 但是呢有人質疑說他這樣打了就講 我想早上院長跟陳松部長去打疫苗 那第一個基於這個防疫的考量 跟避免醫院造成更多的防疫的負擔 所以是由這個相關的團隊拍攝之後再提供給媒體 那我相信各位媒體朋友都看到了 有圖有真相有影片有真相 所以不打也要講先打也要講 甚至打了還要繼續講 我覺得這樣都很不好 總統如果他很好的話可以國產的主意 那現在部分就是也規劃說他拿國產的主意 我想防疫跟疫苗都是專業科學的問題 不是政治問題 只要任何對於台灣防疫工作有正向正面幫助的 總統副總統一直都很樂意的配合 那陳時中指揮官早上有建議 這個總統跟副總統可以施打國產疫苗 那總統也覺得很好 那也願意以實際的行動 這個來支持這個國產疫苗 那一旦這個國產疫苗研發成功之後 當然願意以實際行動來支持 覺得 någonting很早就很容易 你要什麼 projet 怎會 我 做事情 我覺得 禁忍 這是 咱 öyle 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